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9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災情仍然嚴峻 大溫等地30公升亦有上限延長至12月14日 環境報說 另一場大氣塵河流級別的暴雨明天來襲 大溫降雨可以達到100毫米 Omicron變種來勢洶洶 被試已經檢測204名非洲南部國家入境者 由於水災的威脅 涉嫌未解除 被試省大溫等地的30公升入油上限 將延續到12月14日 省府下午宣布 由於主要交通渠道 以及輸油管都因災情被截斷 大溫等地的公眾每次去油站入油 最多只能入30公升的禁令必須延長 被試省在11月19日首次斑下入油上限令 希望藉此折省汽油消耗 供應給機要斜輪使用 另一方面 阿博斯福仍然受到南邊美國 Nusek河的洪水威脅 昨日和今日 阿博斯福都可以聽到美國那邊傳過來的洪水警號 而昨晚1號環家公路受到Sumas河洪水的威脅 當國首次捉起所謂的老虎壩Tiger Dam 亦即是灌滿水的塑料堤壩 希望可以抵禦 雖然今日雨勢稍微停一停 但環境暴雨測 另一場大氣塵河流級的暴雨將來襲 大溫的降雨量將達50至100毫米 通理琴行是大溫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匯種 該50多年來為大溫地區千家萬戶 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對於Omicron變種病株 被施產亦都嚴震以待 衛生廳長迪德安今日透露 加拿大今日令所包括的非洲南部國家的入境者 一共有204人 全部都已經接受PCR核酸檢測 被施產在過去3天增加970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本省累計個案增加至218,068宗 上星期五至星期六增加389宗 星期六至星期日增加309宗 星期日至今日增加272宗 本省的活躍個案有2,882宗 一共有303人住院 115人在ICU接受深切治療 被施過去72小時內 有11人益望 累計上升至2,333人 這次民師傅推出教學影片 預防暴雨對居民財物造成威脅 師傅提醒 市民要在大雨來臨之前清理排水渠 固定有機會被風吹走的物品 以及正確使用防水沙包 影片教學說防水沙包應該只是裝3分之2滿 封口向下緊密排好 再以身體的重量壓實沙包 之後再將它相疊 片段提醒 如果沙包長高過12寸 就將會變得不穩定 最後可以用另外一個沙包 壓實軌邊的位置 師傅說如果民眾居住在低話地區 可以到市府工場購買沙包 不過呼籲民眾只是購買需要的物品 為了他人著想 不要團職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折扣最高可達半格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一談 安省首席醫療官穆爾醫生今天說 省內正調查中4個疑似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案例 其中2個來自奧塔華 2個來自夏美頓 被問到南非變種病毒帶來的威脅 會不會令至安省更改現有的防疫政策 他說除非確診住院人數增加 確診者佔用ICU的人數增加 否則仍然會保持現有的措施 他又說 至於兩名確診者 是在滿地可機場下機 透過隨機檢測被發現 被問到會不會加快接種加強針 他回答 現在省內99.9%的案例 都是Delta變種病毒 以疫苗對付這種病毒是非常有效 鑑於疫苗對南非變種病毒的功效 仍未有明確的定論 因此現今合資格的人士 應該先去接種加強針 本週末 聯邦政府和省府就會有更多說明 他認為擴大接種加強針的可能是存在的 安省新冠病毒科學顧問小組 科學總監游黎醫生說 預計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的確診降力會快速增加 他說省民仍然可以加強本身的防疫措施抗疫 擬跌措施包括戴合式口罩 完全接種疫苗 以及在室內聚集時保持空氣流通 他又鼓勵合資格的人士儘快前往接種加強針 因應最近來勢洶洶的Omicron變種病毒 香港再次收緊多個地區登機和檢疫要求 而有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的加拿大 就被升級至A組 即是由12月2日凌晨起 來自加拿大的非香港居民無法入境 而香港居民可以繼續入境 但酒店強制檢疫期 就由14日增加至21日 港府今日公布將由11月30日凌晨零時起 指名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利亞利亞和賞比亞為A組致命地區 由這四個地區來港的非香港居民補得入境 並對相關抵港人士實施最嚴格的檢疫要求 而由12月2日凌晨零時起 指名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自克、丹麥、德國、以色列和意大利為A組致命地區 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的登機和檢疫要求 上述的9個地區被納入A組致命地區之後 在21日內曾經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會或張入境 而香港居民則必須已經完成疫苗接種 並持有認可的疫苗接種紀錄才可以登機內港 並在抵港後在自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的強制檢疫 期間要接受6次檢測 並要在抵港的第26日去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檢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證實 香港發現了第三宗的南非變種病毒Omicron 患者是一個62歲來自溫哥華的入境男子 這個男子是在11月10日 在溫哥華城搭加航航班007飛底香港 他入住隔離酒店之後是在11月17日確診 目前證實了是南非變種病毒 這個確診者是在底部之後的第三次檢測才發現呈陽性 而前面兩次他的檢測都是呈陰性 加拿大環球事務部說 這個確診者並不是加拿大人 除此之外無可奉告 根據世衛組織的報告 南非變種病毒第一次出現於11月9日 沒有收集到的樣本裏 由於加拿大環球事務部不肯透露詳情 所以現在是無辦法知道 這個患者在到過香港之前 有沒有到過其他非洲地區 或是直接由溫哥華直飛香港 溫哥華明天11月30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有大雨 雨量達30至40毫米 早上吹每小時20至40公里的東南風 溫度徘徊在10度左右 晚上有雨和大風 溫度最低只有10度 澳門檢察院在今晚更深夜發出新聞稿 指涉嫌利用網絡進行非法賭博 和清洗黑錢的案件 而周勝嫌犯即周卓華為首首一名攝影師 被移送檢察院徵犯 由於考慮該等犯罪 對澳門博採業的合法經營 和對當地金融秩序的穩定 產生嚴重衝擊和影響 為了防止相關嚴犯逃脫 刑事起訴法庭 接合承辦檢察官的建議 對周勝等5名嚴犯 依法採用機壓強制措施 並對另外6名嚴犯 分別採取提供身份資料和據所輸錄 繳納登保金、定期報道 和禁止離境等的強制措施 檢察院指出 警方一年多前 初步掌握周勝嚴犯等人 涉嫌不法經營賭博的證據 並對這個團伙立案偵查 案情顯示 這個團伙涉嫌以澳門為基地 是菲律賓架設一個 非法網絡直播投注的平台 透過直播場景 吸引內地疆民為主要的客員 進行巨額網上非法導播 並利用澳門的公司帳戶 透過地下前裝轉移不法所得 經過初步調查 檢察院認為有充分的跡象顯示 這個團伙的成員分別涉嫌觸犯 營發典的參加犯罪集團聚 最高可以判處十年的徒刑 同同一法典內的領導犯罪集團罪 最高可以判處十二年的徒刑 另外亦觸犯法律 預防及壓制清洗黑纖犯罪內的清洗黑纖罪 最高可以判處八年的徒刑 同同觸犯另一法律 不法賭博的不法經營賭博罪 最高可以判處三年的徒刑 被問到疑犯會不會移送內地 澳門司警發言人鍾錦良 就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將會按澳門的法律進行 澳門保安司司長王小澤 在立法會上亦表示 內地刑法第303條 即賭博罪開始賭場罪 只是對內地發行行為有管轄權 對澳門合法的博採業並沒有管轄權 亦無意介入 政府今日公布了2021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 選民由內地回香港投票安排的詳情 決定在香港深圳邊境管制區 香港一邊的鄉原委、羅湖和羅馬洲之線 出入境管制站設立投票站 方便伸出內地的選民回香港投票 內地出入境管制部門同意在投票日 臨時啟用以上三個管制站 相對應的連堂、羅湖和福田口岸 並同意成功登記的選民 如果在管制站投票後 即時返回內地 可以獲豁免內地的集中隔離 或醫學監察安排 香港政府表示 票站將會採取全幣環式管理 投票結束後 票站會變成點票站 不設公眾觀察點票 參與今次安排的選民 必須預先登記 共有11萬1千個名額 鄉原圍連堂有3萬3千個 羅湖有4萬2千個 羅馬洲之線有3萬6千個 名額先到先得 相關選民可以在12月1日早上9點 至12月8日下午6點 去到選舉事務處 特設的網上登記系統預先登記 選民在投票日入境香港投票時 需要出示在之前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和內地的綠色健康碼 亦需要帶備回鄉證 或者其他的旅行證件 選舉事務處發出的登記結果通知書 和香港身份證等的認可身份證明文件 今次的安排 只適用於地區直選 和功能界別的選民 選委界別的選民則不適用 成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今日下午宣布 香港目前發現 3種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變種病毒株 Omicron的個案 當局成功倒截 沒有留在社區 衛生防護中心的傳染病罪主任張作均說 香港第三種Omicron的個案 是37歲男子 陳肇始一補充 香港和內地通關工作仍然繼續 暫時沒有任何影響 會繼續做好嚴防輸入工作 衛生防護中心公佈 第三種Omicron的個案患者 在11月24日從尼亞利亞 經埃塞俄比亞 乘搭旁班ET608抵港 抵港的時候 在香港國際機場 臨時養本 塞疾中心的檢測結果 呈陰成 他之後在26日抵港的第三天 在指定檢疫酒店 進行強制檢疫期間確診 他樣本的CT值是27至29 他入院後27日再次抽樣樣本 CT值約20 顯示他在近期 在香港意外的地方受到感染 根據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 進行的全基因組 測罪分析結果 確認個案是大有變異病毒株Omicron 我怕我煮不及了 因為我煎80條三文魚 你都沒試過煮這麼多 我試過 我最多煮100個人 在哪裏 Catering 但那些人都很奇怪 為何我會去做 因為我是覺得 你即是做嗎 我是做 因為我自己有餐廳 疫情那時候 不行都要去做 我送貨都要去送 所以才維持到現在 現在叫做守得雲開少少 希望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個business 剛剛在疫情前開的 剛剛開就疫情 但我覺得現在叫做維持到 我們有轉型的 有轉型做少少批發 有轉型做少少其他網上的東西 你已經敷了booking 是啊 我未敷的時候 我已經說 我真的不懂煮 我不會說謊 你有沒有信心 我沒有 不需要有信心 我也是 我來純粹是因為天意 上一次去 就是因為我要燒業障 很明顯是天意 菩薩跟我說 我業障未燒除 那次馮瑩 自己不懂得辣 在批評我的辣 那很明顯是她的問題 就是了 很明顯是她的問題 不是 哪裏匪民女友 你想想一下 小方你會不會叫陳瑩布來 時下有walk in 位 我沒有 我不會這樣 我叫她來才是害她 說明不懂 還要叫別人來 對不對 他上次為什麼這樣避你 我不知道 你問他 不是我避他 你知不知道他回來了 知道 當然知道 她有找回我的 她說晚 因為她正在拍劇 她走了之後 她就跟我說 她說 不好意思 我剛才沒有跟你拍合照 不是因為我不想跟你拍合照 是因為她不想有很多 很多 經常都圍繞著菲蠻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這樣走好像更難觸摸 更難觸摸 她沒有所謂 她自己 陳姑娘一向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